我跟你講 還有一種就是 我們每次在那邊吃飯 我們一定是吃不慣那個什麼 斬巴 你知道嗎 那只是像麵粉一樣 加了個奶油 加個鹽巴 和一和 麵粉糰 很難吃 真的 有炸嗎 沒有 沒有 就是青柯粉而已 然後我們試過當地風味餐之後 我們就覺得非常的不妥 我們就說我們還是想吃 所以我們每一餐都有魚 你知道嗎 我們魚就吃得很開心 然後他們就說 你們喜歡吃魚啊 沒關係 你們多吃一點魚 那邊也叫酸魚湯之類的 就很好吃 後來你知道發生什麼事嗎 他說 為什麼 因為西藏的人 除了有社會地位的人 是天葬之外 其他人死了之後 都是丟在喜馬拉雅 給魚吃 給魚吃 所以他們魚 因為吃得很大 所以西藏人是不吃魚的 只有我們這種白吃風格 才會覺得那個魚 好好吃 因為那個魚很肥沃 對 沒有人去抓他們 也沒有土 真的 所以妳剛剛講說 花三百多萬那一趟 是去佛羅倫斯 對 因為那一趟 整個是就是東方快車之旅 我們先從什麼威尼斯 然後再開始坐東方 Orient Express 一路玩到 之前先到幾個點去羅馬 還有佛羅倫斯 然後再到尼斯去搭那個 搭就是搭那個東方快車 然後經過瑞士到法國 所以一路就是這樣子 有遇到東方快車謀殺案嗎 沒有 應該沒有 為什麼那次去要買家具 要買這麼多錢 因為正好日本的房子在裝潢 住家裝潢 對 住家裝潢 因為日本的建築師 他們的那個裝潢就比較死板 他們不會 因為他們不願意去配合國外的東西 因為到最後那個零件是不同的 到時候將來那個維修比較麻煩 但是我就覺得那個裝潢 它是沒有什麼個性的 那我就去買了一些比較特殊的東西 就逼迫它 非得要等於做一些變化線 你們住家裝潢是跑到意大利去買家具 不是 家具就有一些大理石的壁爐 或者一些的一些 那個 他們家廁所的一個小壁畫 大概就是一般人家庭 一年的薪水 沒有 小壁畫而已 就這麼小 那天看到日本的節目什麼 不是豪宅會介紹 介紹到他家 對 因為那時候 因為我先生他自己比較喜歡 收集畫的關係 倒不是 他說的不是裝潢 他光加進就買了幾百萬 他是買一些衛浴 法國式的那種有花的 那種比較特殊的東西 你們家廁所有沒有擺小壁畫 沒有 也擺一個 有賣三百萬一個 那種小壁畫 連鏡子都放沒地方放了 沒地方放壁畫 沒有地方放壁畫 過玩笑就玩笑 其實志明剛剛提到說 到很多的地方去 大概你們都周遊列國 大概都已經跑得差不多了 對,跑得慢慢多點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有一些 他們留下來的一些照片 怎麼那麼美 這是初期般 那時候最早其實走馬看花 那是天使館 很早就在那裡 不,我們不在意重點 對,我們在意的是人 人的,沒有在意 對啊,那個年輕的時候 對啊,那幾歲 大概有二十出頭吧 沒有 對啊,好漂亮 不一樣 美,好漂亮 這個在義大利的那個 哪一燒是你的 對 對 妳知道 哪一燒不是你們家的 對 不好意思 那是你先生 對,不太好意思 OK 溫柔 這是現在哪裡的手 夏威夷打 夏威夷打 這看起來好年輕 對啊 來,到現在也是很年輕 這在我們前面 花雪 這在日本 對 但是我自己跑到 RB13就滑過去了 夏威夷,我沒氣 這麼美的一鏡 好漂亮 就前上個月去 櫻花枝拍的時候 去櫻花枝拍 好漂亮 好漂亮 這就是人比花椒 對 這就是好玩的 這在埃及 這在埃及 好美 沒有,這好玩的 所以 哪一個地方 妳覺得妳現在還想去玩的 我現在最想去 因為這種 瀕臨 這種野生動物越來越少 那國際的溫暖化 那越拉拉斯加的那些 冰山 所以我覺得這個地方要 趁越年輕 就是說越早去越好 所以下次我們看到的照片 就是妳跟獅子老虎長頸路 然後接下來就是跟北極熊 一起合拍的照片 這時候比較好 妳知道貴婦其實他們已經 不想去那種豪華的大城市 是嗎 因為他們想要回歸 一種村府的感覺 對,比較真的 那比較有意思的 這是我們的農村之旅 就比較有意思 而且現在 因為這個年紀比較喜歡 感受的就是那種古董文 那種怎麼講文化 像那個印度 文化之旅 對,歷史印度 就像去西藏 那種心靈 那種洗滌的地方 還有就是那個歷史的 世界遺產 像埃及的東西 對,遺產印度 這些都是比較想去的 這才是有文化的 是不是 妳什麼話 人家也是 人家也是西藏的SPA 她的年紀 我們要跟她學習 好,既然講到說 大家都喜歡去一些文化劇 尤其要看一些古董 類似這些的話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夫妻 妳跟歐陽龍去 我們先問一個 妳們出去玩 也是在吃 吃 吃很重要 妳們出國旅行的夢 地只有吃嗎 我跟你講這分結婚前結婚後 結婚前其實也都是 就是老公很愛吃 想要帶著老公 其實最重點就是吃 妳講到去吃的話 如果妳們去日本 因為歐陽菲菲是在日本 對不對 那就不得了了 因為姐夫非常 那應該不用花錢 當然 這真的沒有花錢 而且我自己跟她去 第一次去日本的時候 我就突然覺得 怎麼那麼大方 因為那個姐夫 給我們那個 一百萬日幣 然後就說 什麼時候可以安排我們大家去一下 去找姐夫 對,找姐夫 其實我們拿到 打電話就也嚇到了 對啊 對,給我們一百萬 讓我們去找姐夫 誰有 零用錢 對,就是說 還就跟我們講說 請 想要用 對 對 妳笑嗎 對 對,姐夫很好 好,她要帶我們去吃東西 她每天都要想一個 不同的東西 那因為 歐陽菲以前在日本住過 伊倫 那所以呢 常常都有姐夫帶她去 不同的地方 所以她是永遠都要去吃 她熟悉的地方 她不熟悉的地方 她不太輕易嘗試 可是她每一次去 她都要把她 之前想去的地方 統統都去完 那所以有的時候 姐夫會安排 就是說 譬如說吃晚餐時間 要先去一個地方 先吃前菜 吃餐 一個地方排隊 然後吃完前菜之後 再去另外一個地方 再吃後面的那一個東西 是喔 對 這麼講究啊 奔波 就是因為為了我們去 想要招待我們 款待我們 就多吃幾樣 對,她會想說 這個先吃這個 然後再去吃那個 然後晚上再去 Piano bar玩 所以去日本就是 每一趟 都五公斤回來 真的 去日本真的會怕那麼多 然後歐陽龍又很愛 譬如說他有一些店 就是他從很年輕 譬如說 當完畢竟二十多歲 就去那邊吃的店 然後每一年都去 像有一家店 他是專門做那個Tambora 然後那他可能只有七個八個位置 那你就必須打電話去訂 那他可能一個禮拜呢 就是說有一天他是休息的 他其他都是訂位 然後就是譬如說 你今天來訂七個人 他就只為你這七個人做 然後那做的東西 就是他買到什麼 什麼新鮮 都是他自己配的 然後那 我想我每次去到去吃那家店 可是我們那次去的時候 就訂不到啦 因為你沒有辦法說 你每一次去都 他隨時 他都都滿的 後來他那天 他姐夫就跟他講說 因為弄來了 所以他那個老闆就特別 譬如說禮拜一休假 他就我今天不休假 我為了他 對 我就特別 我今天還是開門 招待親人來吃 你說那甜不辣是不是在營作什麼 一餐就要五萬塊日幣的甜不辣 也沒有 它其實 價錢不是問題 價錢不是問題 很貴 就他根本沒看價錢 我根本不叫價錢 真的 這是好的趣事 不是 你們這樣討論我們的姐夫 然後姐夫帶我們去的時候 一定都會這樣招待我們大家的 對不對 那姐夫 就姐夫對不對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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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離新豪華之旅 動物大驚奇 你們這樣討論我們的姐夫 然後姐夫帶我們去的時候 一定都會這樣招待我們大家的 對不對 那姐夫 就姐夫對不對 你好 你好 對 前面那個是姐夫嗎 對 現在是姐夫 對 那就我們姐夫 姐夫好帥 開玩笑 好帥 真是的 來 大家跟著我 一二三一起來好不好 一二三 姐夫 好 好 那CV姐在日本 你會聽到就會馬上告訴她了 歡迎大家去 是 突然發現多了這麼多弟弟妹妹 可是很難想像一件事 歐陽柔 你看她這麼帥氣 這麼時尚的外表 她很喜歡古玉跟翡翠這一類的東西 這是她從小就喜歡 所以她到我們家 你只要去廁所 你就可以看到她一疊就是玉 翡翠 手錶 什麼這樣子 這種東西都在廁所 輸 她講快一點 怎麼一疊 這兩個人想做什麼 一疊 輸 古玉放廁水 她講說是輸 也就是說我講 你到他們家廁所 你就會發現 那馬桶蓋掀起來 馬桶蓋是翡翠的 沒有 那沒有那麼誇張 但是她的床底上 有很多玉是真的 因為多大 就是很暗暖 她喜歡指在哪裡 出門不要透露這件事 搬新家了 而且歐陽柔知道很多地方去 她都去找那個玉 有一次你們到香港去 她還特地去購物 找那個古玉 我覺得